他们说你没计划好 我是觉得有男人味 是吗 嗯 耶 毛毛呀 开始干活呀 一个广州人来体验东北 来体验寒冷的吗 是的妹妹 你来了 你是从拉萨开过来多远 直接杀过来的 我从四川34000公里直接干过来的 4000公里看过来 哇 太不容易了 你要在这里体验一下 还是要待到过年 不不不过两个几天就回去了 回家过年了 过年了你就回去了 对我回家回家相亲 娶老婆了 相亲了那我又见不着了 因为我是有事回家 我一周以后再来 一周以后你要走 你不来的吗 不是我我回家有事然后再来 嗯 那些帐篷里面做很多话 那你过来啊 我从拉萨 你摩托车呢 我摩托车在海纳尔 骑过来骑了两个半月 哈哈哈 来妹妹请进 你先进你先进 这里的帐篷 你说这里总共花了多少钱 大棚一千多 嗯啊 这个炉子 炉子八百块 八百多 然后这里还有柴火炭 总共 你花了不少钱吗 还跑这么远 哎 鞋验嘛 完呗 你怕冷吗 你们广东人 你应该受不了 你现在四十多多 你看穿的跟啥一样呢 不怕 我不怕 暖和的很这里 哎 这个炉子挺好的 我之前也想买这个炉子 这个是电暖炉吗 嗯 这是营地老板拉了电过来 这是三千 三千瓦的是吧 啊 OK W 两千瓦 两千瓦的 对 他们说三千瓦的那个很扛动 嗯 先烧炉子 嗯对 你是要回家过年还是扛不住了 我是要回家过年 因为我两年没回家过年了 有几个女的等于相亲 毛毛长得帅 排着队呢 然后嘴巴也甜 肯定有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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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去年和前年在哪里那个过年的 去前年在海南去年在 在哈海滨都是为了做流量 然后没有回去吗 呃为了搞事业 是吗 对 我以为你今年才开始做的呢 不是不是 哦 你以前就开始做了 我为了搞事业 天哪两年没回家 所以今年这里流量怎么好的话 你要你要走是吧 嗯对对对 一定要回家过年了 因为家里面现在五六个女孩子 懂得回去相亲 你瞎说对真的 瞎说哈哈是真的 那我吃醋一看 你吃醋啊 不要吃醋啊 我连你回 直接回广东过年就不行 哎呀你还有牛 还有那个 呃二狗 我排不上队 没有没有 这里花了这么多钱 然后这些装备怎么弄啊 那我就是给他寄回去啊 那时候还能用啊 啊是的是的 那个账备你看挺好 他个子挺高的 你看这个帐篷 都都顶不上去 你要一米八 你要买个两米高的帐篷 这个帐篷太小了 一米八 他这个高就是一米八 嗯 刚好顶不住了 花了这么多就体验一下 啊 以后明年 他打算明年肯定是还要来的 对对对 这里看过你 我这个帐篷啊 炉子啊 寄回家里面去 给我的姐姐啊 跟我的外甥啊 外甥女啊 跟我的爸爸呀 你看帐篷一搭啊 找个小商品 对对对 那不是很好吗 是的 对不对 这个用处很大的 所以说现在不用了 这是三米多的帐篷吧 三米三成三米三 啊 那以后要整这种 再高一点点就好了 然后全家的话也要吃饭呀 露营啊 这种都很麻烦 乡村行宫之后 我就带着我的老婆一起 嘿嘿嘿嘿 再生个小毛毛 这也太冷了 现在生炉子 她的炉子也不错 然后这个暖风也不错 她的装备还是整的挺好的 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 坐 这是小女他们 天天都是串门 先生炉子 好太冷了 毛毛是94年的 小鲜肉啊 你看看小鲜肉长的这个 他们说你没计划好 我是觉得有男人味 对啊 嗯 过来我一会 马上就要走了 有点舍不得 因为我明天要走了 等我到了以后 毛毛就差不多也走了 见不上了 祝你一路顺风 你也一样 好好回家过年 两年没回家了 对你也一样 每一块 一路顺风 以后路上见 你一定要开开心心的吗 是的 上次在拉萨见 这次在根河见 对 我们其实路程是一样的 上次拉萨见了 在根河 大家都不容易这么远跑过来 当你不开心的时候 可以想起我 嗯 谢谢毛毛 走了走了 拜拜 祝你一路 彩虹 爱你爱你爱你